关注交通与你同行 大家好,我是赵岳 说昨天晚上的六点多钟呢 在沈阳市黄姑区淮河街华山路路口 一辆越野车和一辆轿车呢 垂直撞到了一起 据了解呢 当时路口的信号灯啊 是正常工作的 难道是一方闯了红灯吗 可双方驾驶人都说 没有人闯红灯 发生事故是另有原因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 先来看看我们今天节目的其他主要内容 在沈阳市闻大路灵河街路口 一辆大货车停下车等信号 让驾驶人没想到的是 等信号灯变绿后 他在一起车出事了 今日话题 路遇大型车辆时 要注意哪些问题 在沈阳市沈北路小古城街路口西侧 一辆灰色轿车撞上了路中间的护栏 接着仰翻在了路中央 好在驾驶人并没有受伤 驾驶人说车没毛病 他也没溜号 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在沈阳市云峰街七马路路口 一辆轿车等完信号灯后起车 刚过路口就跑偏了 结果撞上了路中间的护栏 驾驶人说都是因为当时他做了个动作 啥动作呀 稍后关注 说昨天晚上的六点多 在沈阳市黄谷区文大路灵河街路口 一辆大货车停在路口等信号 这信号灯一变绿 驾驶人就立即挂挡启动车辆 可没想到刚一启动 驾驶人就听见光当一声 这是发生什么事了 咱们一起来看看 在事故现场 一辆轿车和一辆大货车 一前一后地停在路边 轿车左后侧车门处凹陷变形 大货车右前侧保险杠 有些划痕和变形 根据双方驾驶人提供的照片 记者看到 当时货车顶在了轿车的左后方 这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大车刚才在这儿等红一档 等红一档 然后我媳妇从那边都出来了嘛 我先走 我看他停完我就出来了 正好是红灯 红灯完我就停下来 听他什么时候抛车前的 我看不着忙去 变绿灯了我就挂挂挂给喜妇 我就听看成一声 然后我站下来 我一下子看他车行的话 据了解当时轿车 刚从路边的停车场里开出来 看到大货车停在最右排车道等红灯 而大货车前方没有车 就想直接开到大货车前面 可没想到就在这时 信号灯变绿 由于轿车正处在大货车的盲区内 大货车一启动就发生了事故 他说是我的责任 交警判定 轿车负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幸好这个货车只是刚刚启动 速度不快 没有造成大的损失 在这也提醒大货 大货车的右前脚是驾驶人最大的视觉盲区了 咱们不管是开车还是骑车 千万不要突然出现在这个位置 那驾驶人要注意 咱们开车便道的时候 不要和大货车抢行 骑车人也要注意了 如果发现有大型车辆想要在路口右转 也一定要让他们先转过去 因为驾驶人不仅看不见 而且大车的轮迹差也很大 那一不小心就容易刮上 那除了要注意大车的视觉盲区外 那路上遇到大型车辆 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需要注意 比如说跟车的距离不要太近 以防看不见前方的路况 信号灯等等 还有晚上比如说对面有大型车辆 因为对方的车灯比较高 所以会有点晃眼 咱们也要放慢了车速 以防发生事故等等 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 就来说一说 路域大型车辆时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欢迎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都市红绿灯的官方微信 就可以在聊天窗口和咱们留言互动了 我们再来说 昨天中午的11点多 在沈阳市黄谷区昆山西路 信江街的路口 一辆转弯的轿车 与一辆直行的轿车撞在了一起 虽然说交警认定转弯的轿车 负全责 但转弯轿车驾驶人 没觉得他开的有问题 而是这个直行的轿车 开的有毛病 他为什么这么想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现场记者看到 发生事故的是一台白色轿车 和一台红色轿车 俩车车前脚贴在了一起 油液露了一地 说起事故原因 白色轿车驾驶人挺郁闷 他说当时他开车在路口左转弯 转到一半时 看见对面直行的红色轿车开过来 他立刻踩了刹车让行 没想到红色轿车一下撞了上来 很快交警赶到了现场 白色轿车驾驶人说 当时红色轿车速度很快 而且自己都停了 还被撞上了 所以对事故责任认定很不理解 你不叫不一样 你还是影响一通行 你虹到这块的 是你虹到 但你还是在影响一通行 你不是在影响一通行的 你说你不叫不一样 你正常平行的 那就不要 在交警的耐心解释下 白色轿车驾驶人 认了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提醒大家 咱们开车转弯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瞭望 判断好执行车辆 离你的距离和速度 那如果执行车速度快 并且没有减速的意思 那咱们就得原地 等执行车过去了再转 而不能等车转到一半 发现过不去了再刹车 那很有可能就来不及了 这个原则大伙一定要记轻 再来说从去年开始 辅顺市交通局 开始对一些老旧的公交站停 进行了全面的改造 可别小看这个公交车站停 这个小细节已经打磨 还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那现在的公交车站 有什么变化 大伙对这样一个改造 怎么评价呢 咱们一会儿来看看 在辅顺劳动公园公交站 记者见到了改造后的新站停 站停长15米 高2.8米 设计融入了园林古朴风格 与劳动公园的景观相得一张 而辅顺市政府公交站的站停 采用的则是流线型的时尚设计 仿佛是一列奔驰的高铁 这些改造后的新型公交站停 不仅造型美观 最主要的是实用 今天下雨它也有很实力了 我还跑我进了 还会住 新站停不仅为后车的乘客 遮风挡雨 座椅的数量和舒适度 也有所提升 并且排队上车区域有护栏 停靠站的标志也更加的清晰了 这次挺好 这方面的 下雨了啥的 早的 早淋不早 下雪了 老年人 市政府大年 还能有个座位 坐一坐 实实不错 点赞给市政府 这样做完了以后吧 又没关 大家又有一个休息地方 非常好 这也是咱们古人市的门面 看得出来 新公交站停投入使用后 市民们的满意度都很高 看着这么好的新站停 有一位乘客也想给大家提个醒 做事这么好 请大家遵守 好好爱护这公共设施 不要乱弄 乱写 乱话 回头把凳子都损坏了 这样就死掉了这个意义了 据了解呢 目前辅顺市已经改造了150组 公交站停和站牌 也能看出来交通部门这个改造 真的是很受大伙的欢迎 也希望大伙在受益的同时 也能好好地爱护他们 在沈阳市沈北路小古城街路口西侧 一辆灰色轿车撞上了路中间的护栏 接着仰搬在了路中央 好在驾驶人并没有受伤 驾驶人说车没毛病 他也没溜号 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在沈阳市云峰街七马路路口 一辆轿车等完信号灯后起车 刚过路口就跑偏了 结果撞上了路中间的护栏 驾驶人说都是因为 当时他做了个动作 啥动作呀 稍后关注 杨青都卖管研研究院提醒您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沈阳牙元素口腔 联合辽宁都市频道爱心奉献 进口种植牙只需1988元 进口种植牙只需1988元 电话024-8809-0808 数字化助力辽宁振兴 共和国长子令人期待 从300万辆到400万辆 整车下线 我们只用了一年半 数字化工厂 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和产品质量 这是新飞月 现在新采的大增的来了 水扬大增 坐在家里 就能把家庭的特产卖出去 全年省内电商直播带货 近350万次 直播销售300多亿元 这是新机遇 5G时代沟通更快 2021年 辽宁将新建5G基站2.5万座 沈阳将建全国首币 双千兆城市 这是新标准 线上一次身的验证 一表天报申请就可以开公司了 2020年至今 全省通过一网通办 新开办企业 已达86万多户 占全部新开办企业的92.79% 便利度和通办率均居全国前列 这是新速度 消耗做一种 全正常 数字时代改变就在身边 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 落步沈阳 深植数字基因 加快辽宁数字叠变 这是新动能 数字辽宁 制造强盛 沈阳青都卖管研研究院 提醒您精彩节目 马上回来 说昨天下午的5点多 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沈北路 小谷城基路口西侧 一辆灰色轿车撞上了路中间的护栏 接着就仰翻在了马路中间 那事发之后 轿车驾身觉得 事故之所以能发生 和这段路的路况有点关系 那这段路到底有什么特殊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事故现场 这辆灰色轿车翻在路中间 救援车辆已经到达现场 正在想办法将轿车扶正 扶正后记者看到 这辆轿车受损不轻 车的左前脚撞破 挡风玻璃碎裂 车顶也有凹陷 万幸的是驾驶人没受伤 也有啥事没 人没事 车里几个人 就一个人 咋出来的呢 那玻璃坏的和玻璃转出来的 我就正常执行 然后这两个道不对称吧 那边路坑 对这边路窄 往那边执行 这儿对过来了 对那条道 然后我过来的时候 我前面大灯照的时候 我就没注意 然后我到我发现的时候 我就左转的时候 就正常就串上护栏了 原来啊 这条马路本来是三排车道 可是当过了路口之后 就变成了两排车道 当时这位驾驶人 执行通过路口后 并没留意到 车道变窄的情况 还在按照自己 原本的车道行驶 等到发现前方车道 已经出现护栏的时候 想躲就来不及了 再加上对象的车灯一晃 就撞上了护栏 翻了车 交警到现场后认定 这是一起单方事故 其实啊 沈阳这样的路段啊 可有不少 在这儿呢 也提醒大伙 咱们通过路口的时候 一定要解速瞭望 这个瞭望呢 不仅仅是观察来往的车辆 那同时呢 也要观察路况的变化啊 我们再来说 昨天晚上的六点多 在沈阳市黄谷区 淮河街华山路路口 一辆越野车 和一辆轿车 垂直撞到了一起 据了解呢 当时路口的信号灯 是正常工作的 难道有一方闯了红灯吗 可双方驾驶人都说 没有人闯红灯 发生事故是另有原因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事故现场 记者看到 涉事的这两辆车 呈垂直状态 停在了路口中央 越野车的车头 顶在了轿车的左后侧 轿车的左侧车门附近 划出了几道痕迹 越野车的车前脸也有损伤 据双方驾驶人介绍 当时轿车是东向西行驶 越野车是北向南行驶 路口的信号灯 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原来当时这个路口 有点堵车 越野车绿灯进入路口后 堵在路口没过去 只能慢慢地等着车流往前走 就在这时 另一个方向变了绿灯 轿车也进入了路口 这才发生了事故 你用来转警来吧 这也说不清楚 轿警到现场了解情况后 认为先进入路口的越野车 有优先通行权 因此判定白色轿车 负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其实在路口堵车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类似的情况 比如说上一个信号灯的车 没过去 滞留在了路口内 这个时候 另一个方向的车 要主动地避让 滞留在路口内的车辆 让他们赶紧过去 交通才能恢复正常 千万不要互相抢行 另外 如果路口内的堵车很严重 即便是绿灯 驾驶人也不要再继续地往里开了 闯绿灯 有的时候只能堵上加堵 大伙一定要注意了 我们再来说 江丽是福顺市环路车队的一名公交车司机 前不久 他开车回到了公交车的始发站之后 和往常一样 马上对公交车车内的卫生进行打扫 当时走到后排座位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本来还以为是乘客丢弃的垃圾 他打开一看 好家伙 里面竟然装着一打现金 那这个袋子是谁拉下的呢 这可让江师傅有点犯愁 因为这个袋子里只有现金 没有其他的信息 这可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想要在这个位置 一黑色的塑料口袋 他是福顺公交新府分公司 一车队的司机江丽 江师傅发现塑料袋里的现金之后 赶紧来到车队的调度室 将这个塑料袋交给了值班的 车队内勤张志颖 经过查点 塑料袋内共有现金2090元 但塑料袋里并没有任何的身份信息 这是谁拉在公交车上的呢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车队来了一位女士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吧 就有一个司主 就是说一个女乘客过来找来了 就问有没有捡到一个塑料口袋 里边有钱 就问他了 里边有多少钱 他说里边有 大约2000多块钱 这位乘客姓李 他丢的钱数和乘车所坐的位置 都与黑色塑料袋 被发现时的情况相吻合 很明显他就是施主 据了解 丢钱的这位女乘客当时刚到母亲单位 报销了取暖费 在回家的路上 把塑料袋落在了公交车上 钱能一分不少地找回来 他非常的高兴 再三向江丽师傅表达了谢意 江丽同志有20年的假龙 是我们车队的优秀共产党员 工作进行业业 这种实际不灭的精神 在他身上经常发生 在这里呢 我们也为江师傅点赞啊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 咱们不管是坐公交车还是坐出租车 下车之前啊 一定要检查一下随身携带的物品 千万别大意了 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互动 互动话题是 路遇大型车辆时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我们来看看网友刚刚发来的留言 网友物理看海说了 路上遇到大车应该让大车先行啊 别跟大车抢到 大车呢有视觉盲区 要是发生事故 受伤的还是我们 网友大尾说了 遇大货别靠近 靠近可能出问题 宁可慢点让他行安全行驶 靠自己 网友新联心说了啊 遇到大型货车的时候 首先呢就是要以逼让为主 而当道路条件允许的环境下 我们要注意观察货车的行驶轨迹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呢 快速的咱们从这个左边朝越啊 切记不要与货车并排行驶 然后呢就是这样的这个大货车的些许动作 可能都会殃及于你啊 发生事故 大货一定要注意了 像超货车的时候 我们应当迅速 小车超越大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距离 要打转向灯 并鸣笛 以提醒大货车司机的注意 看到大车让路之后 咱们应该迅速的超过 在沈阳市云峰街七马路路口 一辆轿车等完信号灯后起车 刚过路口就跑偏了 结果撞上了路中间的护栏 驾驶人说 都是因为当时他做了个动作 啥动作呀 稍后关注 沈阳国医甲重心医院 提醒您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我是补肺丸 祖方源自600年前补肺汤 现代工艺把我密制成丸 全中药炮制 每丸重9克 如果你咳 痰 喘 你需要注意补肺 肺气不足 气短喘咳时 你还是需要注意补肺 这是我的身份证明 我能补肺益气 止咳平喘 治疗你的咳 痰 喘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 输筋建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沈阳牙元素口腔 联合辽宁都市频道 爱心奉献 进口种植牙 只需1988元 进口种植牙 只需1988元 电话024-8809-0808 科学养生 防患未然 才是健康之本 人人懂得科学调养 才能称起健康中国 善用药膳提升免疫 更能发挥国粹魅力 只要你安康 成大再行动 辽宁都市频道 携手成大方圆 国大药房 养力方金三期 发起健康辽宁公益行动 助力科学调养 传递药膳能量 现在 广临全省成大方圆门店 一起参与中药养生节 活动期间 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 慢病人群 拨打报名电话 400-640-6127 就有机会免费领取 价值298元 杨立方西洋身份一贯 成大方圆科学调养 为健康 沈阳国一驾重心医院 提醒您精彩节目 马上回来 说昨天早上六点多 在沈阳市铁西区 云峰街七马路路口 一辆轿车刚过了路口 奔着路中间的护栏 就撞了过去 那说起事故原因 驾驶人说呀 这件事啊 因为他自己 当时呢 他的确有点困了 不过并没有打瞌睡 更没有睡着 既然如此 车又是怎么失控的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在事故现场记者看到 一辆白色轿车 停在路中间的黄石线上 车头撞在了隔离护栏上 护栏被撞坏了好几截 损坏的护栏卡在了车底下 轿车车头也伤得不轻 油液漏了一地 叫车驾驶人说 当时他开车在路口 等了个信号之后 就沿着靠护栏一侧的车道行驶 可能是起得有些早 稍微有点犯困 开到这时打了个哈 结果一眨眼的功夫 车就跑偏了 一下就撞在了路中间的护栏上 好在是人没事 也没殃及其他车辆 因为护栏卡在了车下面 救援的难度挺大 需要吊车帮助 叫车才能脱困 交警认定 这是一起单方事故 哎呀 这一个哈枪啊 打得有点太放松了 在这呢 我们也提醒大伙 咱们开车的时候 一定要精力集中 如果是困了或者累了 注意力无法集中 一定要找个地方 好好地休息一下 不能硬挺啊 另外呢 咱们早上起来的时候 如果感觉身体情况 不允许开车 也不要勉强上路行驶 再来说 前天晚上的七点左右 在沈阳市大东区 望花丽礁桥 北侧的上桥口 一辆货车和一辆轿车呢 刮到了一起 虽然车损不是很严重 货车驾驶也愿意承担 这起事故的责任 但是啊 一说起赔偿的金额 双方呢 又迟迟达不成一致了 咱们一起来现场看看 记者在事故现场看到 涉事的这两辆车 停在上桥口附近 这两辆车挂的都是铁领号牌 轿车右前侧保险杠撕裂 椅子板上也有刮痕 据货车驾驶人介绍 当时他开车 在轿车右侧的车道内行驶 快要上桥的时候 他向左边线 结果车尾的保险杠 刮到了轿车 他愿意承担 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但双方在赔偿金额上 有点分歧 经过半个小时的协商 双方最终达成共识 货车驾驶人赔偿轿车一方 600元维修费 双方驾车离开了现场 提醒大伙 在上下桥口处 一定要注意减速瞭望 因为有些车要上桥 有些车要下桥 车流交织路况比较复杂 大伙一定要注意了 我们再来说 昨天下午的两点多 在沈阳市铁西区 重工北街西北二环 下桥口的位置 发生了一起 五车连环追尾的事故 前四辆车的驾驶人 一致认为 这起事故 是最后一辆车的责任 可最后面这位驾驶人 却觉得 这件事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一起来看看 设施的这五辆车 都停在最内侧车道上 最前方的两辆车 破损较轻 但从第三辆面包车开始 车损就比较严重了 前几辆车的驾驶人都表示 这起事故 是最后面的银色轿车 没杀住导致的 我前面还有一个卫星 卫星前面一个黑色的 应该是欧宝 它往右边变道 边上过一个大货车 没给它让 它又紧急载回来了 它一载回来了 然后后边那个卫星 就紧急刹车站住了 然后我也跟着站住了 我停住了已经站住 后边一家嘴 老力人就是了 它没站住 它新手 对 它新手 所以它急停了 我杀根本就杀不住了 我下桥那边 我杀根本就杀不住了 虽然前面四辆车的驾驶人 都声称当时已经停住了车 但银色轿车驾驶人却觉得 它当时虽然没杀住车 但撞击力度绝不至于 连撞四辆车 最终现场交警将这起事故 移交给事故科 由事故科做进一步调查 我们提醒大伙 在路上开车 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 在桥上下来的车速 一般来说都比较快 那和前车的安全距离 就要加大了 千万别大力 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互动 网友航行天下说了 路上遇到大车 尽量不要跟这个大车后面 若发现前车是大车 尾随时也要适当地 加大跟车距离 防止路口的视线 被遮挡 入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